歡迎來到動漫廢物直播史段 逢星期五,今集就是來到第345集 這麼跳躍的方式 逢星期五,然後呢? 沒有時間的 逢星期五就是晚上 逢星期五就是345集 這麼跳躍的方式 不是啊,因為我最近是 不是啊,我最近的狀態是處於紫烏虛有的狀態 很虛一個人 即是一塊魂 輸放在桌面 是啊,但我是拿回家看的 歡迎聽眾收聽 昨天有一個節目完結,一個節目開始 劍劍隊百團120集在現場放送的錄音之下 錄了很多其他女生的聲音 如果大家想聽一下 我自己都沒有聽 錄了很多其他女生的聲音 我不知道你們去了咖啡廳還是去了什麼地方 昨天知道是萬聖節會 你沒想到一些怪聲會不會是 這個要問一下子萍和小貝 靈異事件 正在播放AKV48 哦,可能 另外昨天的Live也正式開始了 就是這個電動摘吉片 由子爺和Marco仔主持 每個星期四 和Marco仔 有很多人出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星期四晚的八點鐘就會直播 歡迎大家收聽 收聽這裡當然是 Acerobridge.radio.gmail.com 你說什麼啊? 這個是MSN M群group275180 我們的收聽網頁是www.acvirus.org 你是傾奇者 MSN就是Facebook.com Facebook就是Twitter.com Twitter就是微博.com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留言板 在Facebook和微博上收聽 不是留言的 我把人撕開她的面具 看看是否甲殼派來的 大家好我是TOPGUN 我懷孕小輩 喝大了 大家好我是漫遊者 師弟 師弟 每一浪 我是冰芝 除了我們的節目 我們也要介紹一下 接下來在11月8日 就會有一個叫做 二與三次元之壁崩壞 論AKB48入侵ACG界的前因後果 其實是中文大學動漫畫研究社的一個活動 如果我沒有記錯 沒錯 就是動漫祭的其中一個活動 時間是下星期四 11月8日 7時半至9時半 地點是中大的離王碧遙樓LT3 其實是很近的 一天在火車站 走上去三至五分鐘便到 主講者就是阿維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是用這個名字 他可能不想讓人知道 不是他是寫阿維的 超管家阿維 大家有興趣去 了解一下AKB的內容 不妨去聽聽聽 要早點報名 好像有名額 LT3都很多 很大 應該有過八個位 如果這麼受歡迎 也沒辦法 唯有看 只是他的節目聽眾 也可能不止這百多 可能就是AKB48去聽 那就是AKB48 NMB 那就不夠位 那就是三隊 剛好 原來是私人的聚會 連對加SDN也去 如果有AKB48 那就一定會有很多人來 我猜中大會有萬多人 所以會爆 今晚的題目 其實是前個星期 我們已經公佈了 花枝慶慈 遙遠的雲端 我已經有傾奇 猜不到的 遙遠的雲端 真棒 馬上有可觀性 沒錯 這一套作品 其實就是一本 日本的小說改編 就是同名的小說 就是龍慶一郎的作品 龍慶一郎其實也 原名就是 池田一郎 然後 其實就是1923年 其實是大政時代的朋友 直到在 不過在1989年已經過世了 所以之前曾經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好像第一期的花枝慶慈 第一話 好像找袁哲夫幫他寫 就是袁哲夫找他幫忙寫 但是過了第一話之後 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沒有了 好啦小輩 專心一點 嘿 而這套作品其實也有中文版 上下兩冊 不容易找的 因為這本書也太久了 港版是哪間出版社 好像不是港版 好像是台灣版 如果有一個出版社 給予聽眾 可能找到的機會更大 我沒有印象 難得 一夢鵪峰流記 你可能搜尋名字 不 你找前田慶次郎利益 那本書 叫前田慶次郎利益 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其實66歲 然後就過世了 而這本書也是其中一本成名作 在他過世之後 他的徒弟馬生未央 就接手了 去幫袁哲夫作為漫畫的劇本 這就是花之應次作品的成形 有點難得 因為我們之前這麼久以來 講過很多由小說改編的作品 其實都是出版社或者作者 拿了一個版權之後 自己改編 而作者就很少去參與 尤其是這種大師級 兩個大師級 這樣合作是比較少有的例子 其實都沒有什麼空間合作 因為我印象之中 其實剛才說 寫完第一話 就過世 這是在第一期的花刺刑漫畫版 但如果我看這裏的資料 在中間應該有些違反 因為如果他在1989年死亡 應該是沒有機會幫他寫 除非他那個 第一話是很早寫的 很早寫完但發覺 過世了他沒有辦法再寫下去 過了尾七 可能要過多一兩年之後 再找他徒弟寫 因為你要找一個很熟悉的作者的人 才可以寫得到 可能是這個原因 所以在這兩段資料找到裡面 會發覺有些出入 可能分分鐘 本來就擱置了胎死腹中 最後才面倒世 可能有機會 這個也不奇怪 其實這本書也很簡單 總共十八期 已經推出了三年多 在1991年左右正式推出 所以距離現在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接下來可以說一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是說 其實前年慶祖這個人 應該有不少玩過戰國 或者認識戰國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人如果在遊戲裡的理解 其實他就是戰國時代的女報 即是說他特別厲害 戰國時代的女報是 本多忠勝 本多忠勝 但玩無雙的時候 的設定是很女報 本多忠勝 他也是很厲害的 但他那種 因為怎樣說 現在拉遠一點 他那隻女報 始終都是有一種 獨行俠的感覺 因為他是自己去發揮的 他很少是under人 尤其是本多忠勝 從來都是跟著德川家康 不過如果說回遊戲 戰國時代 其實最受歡迎 我引順中的三個人物 跟他們的地位是平成反比例 一個是曾鐵騰邨 一個是伊達正宗 一個是前面慶祖 一個是前面慶祖 如果以 看回 固然 如果我們用最近的兩隻 戰國的遊戲來看的話 他們對 無論是光榮或Capcom 對慶祖的寫法都是特別的 如果Capcom那隻戰國巴沙 就是比較開心一點 其實反而有點像 花枝刑祺裡面那個慶祺 而 戰國無雙裡面那個 我就覺得他傾向了 他自己本身光榮的女報的形態 就是形態的問題 未必一定是說武力 其實就是提到慶祺的 基本上 直到他出家的那個生平 在十八期裡面 在那個 一開始 其實也有很多單元的章節 譬如有和四井主馬的那個 那個印縣 怎樣去認識 就是 重蜂 就是 我們就在AV認識重蜂 他就在一個 就是 一個 荒山野嶺裡面 認識了重蜂 然後就認識了社院 成為了他的社院的主人 然後認識了查勝千里丘 在摩利之天那一段 就迴避了前田原意的那個 那個 追擊 這一段其實有一個 對於我來說 很經典的場面 不過我可能會再分享 之後就有一個 也是前半段 一個很重要 我想看這本書的人 不會忘記的 就是他和 風神秀吉的會面 那一段是相當之精彩 和 令人印象深刻的 過了之後 其實還有兩段 小故事 包括他如何認識 他的 不生自有 就是 直江謙族 另外 之後 會有一段 原創故事 就是阿芙的身世 然後和風魔小太郎 決戰的那一段 再之後 就是 說他出走了 就是 被狗仔隊拍到 原來偷食 嘴角有些白刃 於是就出走了 就變成了 有三個比較長的蝙蝠 包括在攻打佐渡 就是上參加的內亂那一段 他就幫上參加去平亂 另外第二段 就叫做 封小田園之章 主要是說 封神守吉 要圍堵北條市 那一段 最後就是 琉球之章 整班人一起去琉球 玩 混淆 追求女兒和介入人家的政治 沒錯 其實主要都是搶回女兒 這個基本上就是 興慈在十八期裡面的故事 如果給父女看 其實根本就是 興慈怎樣四處去找不同機友的一個罪事 差不多 他和其他男人的交往 多過他書裡面的其他女性 由青梅竹馬的阿蟲 到後來阿芙 羅莉那些 到最後跟他最長的女人 就是混血的 宇次郎和尼莎 全部那些描写都很淡薄 反而和他的機友才是 描写得細緻的 阿郎你變了 你變了 我就是不看那些 我都感覺到 他沒有變到 只是他內心某隻野獸走出來 這個醒覺 血計限界 其實原本已經是 因為他還沒醒覺 殺了那些人的漫畫 細亂冷 對 即是派人、Jacky、雲雲 擁有這個漫畫副雷眼 興慈最著名的 當然就是說他身為傾奇者 可以說一下什麼叫傾奇者 傾奇者 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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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劉德華 傾奇者 就是當時一些比較前衛的人 那種身份 很多都是武士出身的 做一些比較反傳統 因為武士本身就要守很多禮節 甚至乎有時候重視一些規矩 那種忠義 大眾的認同 忠義 就是患病 不是那個忠義 又重於自己的生命 傾奇者 也有部分這些特質 但是他們的行為 更加會比較難觸摸 和另類 忠義就沒有 因為善國時代 他們不說忠義 我看第二本漫畫 就是第二本《戰國》 公下英書 一個武士要稱之為武士 如果沒有轉過功 他們沒有轉過大明 你不能稱之為武士 他們當時的概念是這樣的 直到德川莫富承難 才將忠於一個君主 那種概念 灌輸到那些人 其實當時下克常 都是很普遍的 不過沒有的 你看座道那裡 他那個大將 他就是 你打 上杉警城 一打北條那個城 之後 他立刻轉軌 是你側跟那個城 立刻轉軌去打他 還有 那時候是 好像輕描淡死 是很少的事情 不過 前田興志 他轉路板的確轉得很厲害 你走去打機 你來發覺這個人 為何可以扮板板 都不同家 可以 其實 說一下 傾奇者另外一個重要的意思 就是他們很喜歡穿奇裝二服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在塞丁的時代 其實有傾奇者的另一種叫法 就是霸沙 就是一種顛覆的意思 所以傾奇者在戰國時代 都有一種這樣的形態在 特別是在1624至1673年 那個時段是特別盛行的 要華麗奢華 要很顯眼 可能穿的衣服是特別鮮艷 雖然這本是黑白漫畫 但是你看到群眾對於慶祭每次出界 都會覺得他裝扮得很古靈精怪 例如有時有些骷顱頭 歌幅 完全違反現代軍事常識 他們是想戰場 要更加顯眼的名字 荒死無雲看到你那種 所以都是其中一個特色 用現代的佛花就最貼了 加不戴羅山 跟著一套武士服的面子 要蓋一塊虎皮 另外有人認為傾奇者的風潮 亦是歌舞記的源流之一 因為歌舞記日語本身的由來 和傾奇者都很相似 除了前年慶祭之外 一直被譽為另一位 很著名的傾奇者就是直田順掌 這也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本書也有說到 譬如風神秀吉見到前年慶祭時 就會想起以前阿根徐信長 覺得也是有種特質 而這本書也有說 秀吉年輕時也是驚奇 雖然我無法想像 可能他始終都不是大人物 在年輕時 所以我覺得他純粹為了美化一下說法 還有秀吉你覺得他年輕不夠帥 他都是柴仔 老闆今天怎樣 那些 儘管穿到跟其他傾奇者一樣 但你總是覺得他好像 顛污了這個名號 我想問問大家 其實大家對於慶祭這個角色 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他作為一個男人 希望自己可以去到一個金浪 金浪 真的說這些 家子青島 是很有那種 嚮往自由 什麼都不怕 然後就是很瀟灑的感覺 我認識過外國讀書的朋友 他也有偶爾看日本漫畫 他中文一般 但他 不要緊因為日本漫畫是日文一般 他看香港版 但他看完花絲慶善 他都說是男人必看的漫畫之一 雖然我不是很理解到 但是 我想一個受外國文化 影響大的人都覺得是 是這樣的 證明前年慶祖的角色很有魅力 那男人真的定是B.L 你可以抹掉B.L 你口供很厲害 你唱阿Tim那句算法 也只有男人才可以B.L 女人是做不到B.L這件事 是啊 我又不認同阿Tim最後的那句話 什麼叫做一個受外國教育的人 認同的東西就是一定要有價值的東西 不是 因為他 應該這樣說 這個是 他是美加的 不是 是英俗的 當年 這樣跟我講 沒有回來 是吧 多人多講 我想說的是 其實始終 所謂的日本漫畫 都是有一種日本文化 亞洲人 或者看完你覺得很帥 這樣不難理解 因為文化接近 但是一些外國接受不同文化的人 看完都覺得這件事 是很Man的一件事 其實證明他有那個價值 我想 慶祖給我的印象就是 他很好玩 好像 那種換世不公的態度 不會因為你的身份 而改變自己 如果單純以漫畫來說 是很開心的 你看到這個人 從來都感覺到很開心 而我想 在我們的人生裏 小時候 我只覺得這個人很帥 很愉快 我覺得他終於會笑 因為我看完《北斗之拳》 原來這個樣子是可以笑的 你一邊看 權四郎一早就要這樣 還有雷奧正馬 他有騎的 權四郎也有騎過雷奧正黑王 跟雷奧正黑王 接收了 跟雷奧一樣 但是我會覺得 大過了看 就是發覺 當我們一般人 都只能夠在社會上 形形役役 你是特別嚮往這種自由 就是你想做什麼 你不怕 當然前提是你要這麼好打 或者你要花不完的錢 才可以這樣 賣樓而已 不要不在香港開會 賣樓就要給你們打 對 你如果在這裡 我就不用說 因為他的老婆不在 還有作為香港人 會覺得 好像有些親切感 看前年慶祭 一定會覺得是高登巴打 古代版的 行為完全一樣 顛覆性 高登巴打即是前年慶祭 對前年慶祭 高登都是傾奇者大家族 不是啦 田慶祭不會躲在自己家裡 才裝模仿 他會出來也很帥 你不能否定 有些高登巴打出來也很帥 但你現在說 高登巴打 一般的理解就是 all of 高登巴打 是不是 高登那些是感謝 不是呀 那些是四頂主馬 對呀 這本書裡面 有些傾奇者都是很敗類的 就是比一下慶祭教訓 是四頂主馬 又要買東西 又扭曲 又扭曲 買來買火冷飯 什麼時候都清到 所以我相信 就算現在過了二十年 現在的人看這本作品都不會覺得老舊 至少他的風格會令你容易投入 是的 我同意 因為他永遠都保持著一種令人很愉快 以及即使要死都不會覺得很嚴重的事 最好就讓我打敗仗 其實有些獨孤求敗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在整段過程裡 一直都表現了一種很愉快的效果 我們一直看 雖然每一次 你會覺得 我自己不可能是慶祭 但是在他身邊你會覺得 這些難題是可以解決的 你除了撇除因為主角威能 你會覺得在他身邊 你會覺得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得到 而且他不用每次都靠武律 我以前當初看的時候 就是因為看完北斗之連再看這套 總是覺得 會不會又是那些東西 但是他真的給我另一個風格 我不用用武力去解決所有問題 這樣就切合那個時代背景 但是他受歡迎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沒有壓力 無論錢也好 生活也好 本身也好 其實他又不會在乎任何事情 如果做到他的位置 基本上你是不會不開心 其實李嘉誠都可以做到這個原因 但是問題是 你在他身邊的人都蠻辛苦的 你見到地球員那些 常常都為了錢 我認夠錢 反而是在他身邊 你服侍他的班人很辛苦 因為我頭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在乎 但我又要去照顧他 你很大的感觸 當然 這次港女男友的心聲 這段工作很大壓力嗎 很大壓力 你身邊也有個傾奇者嗎 真的 我覺得他身邊的家博 相對來說 當然他們和慶祖是很開心的 但是 就是因為慶祖什麼都不怎麼來的時候 他們要去負擔他那份擔憂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不是有慶祖這種個性 譬如他身邊的家博 包括社院和岩兵衛 他是過不了這種生活的 因為他們當初 如果用一些比較古版的人做法的話 他們兩個家博就要面對死亡 但是因為慶祖才能找到人生的新出路 我想 漫畫是摘取了一些事件的時候 在事件面前 他的家博可能很騰 慶祖出來做一個破解困難的角色 但是平時我覺得他的家博不會這樣 平時他應該很開心 像你看社院和岩兵衛 他最初都是 社院一開始就 一來到就 不是 一來到就 他那時候是在侍奉主馬那邊 最初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用來暗殺慶祺的 但是他殺了自己的七個同伴 然後就說要投靠他 他根本沒有想過要殺慶祺 他看到他又想想辦法怎樣可以做他的家臣 暴嬌地經常說我是來殺你 顏兵衛就是 原本就是來殺他 搶回一符 但是後來 漸漸就會跟隨了慶祺 刁了幾個事件之後 直接做他的家臣和他寫了BL 所以跟著主子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兩個這麼古板的思想 如果在這些戰亂之勢跟錯大哥 就隨時死掉 所以冰子說的就是 可能在某些大事件之前 他們的家臣就會有這樣的擔憂 不想張羅 賺錢 他回來京都要故意幫他 但之前那些地又買了 要去找樓 會不會被人浪架呢 會不會抽到回憶呢 會不會只是他們夠錢住這個劏房 要交給人費 即是大平日家 但平日一定有個慶祭這麼大的大樹之下 一定是很適合和舒服的 關於這個項目 老實說 好像剛才Tim一早提過 在當代 如果你作為一個家臣 想離開 其實都不是無法離開 因為互相背叛都不是很複雜的事 但他們加入 尤其是社院 他的身世本來是屬於四井主馬的伯仁 最初出場的時候 他的級數大約是名門的級數 是屬於下人 他和他哥哥其實只可以吃飯招 他下人 這麼醜的女人都要吃你招 他真的很慘 他下人都不如 他是孤兒 所以其實第一次社院煮飯給慶祠吃 慶祺說不如一起吃 他是感動到哭 慶祺對於社院那種恩情 可以幾乎是一種再生 所以基本上其他那種將來 他只是覺得 怎麼說呢 有個不太理會的哥哥 不如我把他搞定 煩惱一定會有 但他那種不是不開心的煩惱 他只是當作跟塔利波特的關係 變成密具 一模一樣 其實我也是 這個就是那個效果 我會覺得這個社員 不過社員也是很有趣的 他作為一個忍者 其實他有兩個特徵 第一就是不懂得說謊 他一說謊 兩隻眼睛就會分別向左右兩邊寫 這就是他的特徵 第二就是他也不太好打 尤其是越後 他放炸彈 他變成中距離的支援角色 扔炸彈 即是有空閘 以及控制到潛伏的 他後面的炸彈都會用完 前面反而不理不覺他用完 後面沒有炸彈了怎麼辦 我想除了狐隱的忍者之外 正常的忍者都應該不算太好打 因為他們不是做這種事 暗殺都要懂得少少打 但他們主要是負責 遠距離的進攻和掩護 潛水 很多人都說 其實你有那麼多人 有時會拿著槍 你有那麼多人嗎 不要緊 我和重鋒加起來就夠打 其他人是負責看的 這個是社員的效果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伯人 他和慶次的關係也挺有趣 因為慶次是一個沒有常識的人 尤其是其中一段 他不遵守 他只是想突破常規 我當這些是沒有常識 現在很多都傾奇者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傾奇者 很明顯 反而社員就是一個 樂油煎蛋的傾奇者 他理解了這個社會的一個法則 因為他畢竟要這樣運過來 譬如有一幕 慶次要他穿毒鼓鈴精 有人拿著槍 然後一邊跳舞一邊唱歌 誰拿著槍 然後就宣傳 有人問重鋒是甚麼馬 他主要是誰 說一大堆明露天下無敵 什麼什麼什麼 前田慶次 火箭兵團 開場爆 是很長的 他們的兩主僕 有趣的關係 我其實是很喜歡你們兩個之間的 我最初期待阿芙做這個角色 但後來不知為何變成社員 為何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最初社員未出場 阿芙其實也是無厘頭跟慶次 還有當初社員未有這麼跳皮活潑 所以投射 我不覺得阿芙做這類比較和諧 當初的三文化 我覺得他是冷面囂張 阿芙 阿芙因為 我看完《北斗之權》再看這套書 其實我會理解這個角色一定不會 一定是天帝 反而一定是巴克特這種角色才會做這件事 另外說得這兩主僕當然要說他的很重要的名區 我其實如果之前說看《黑王》 其實《黑王》是沒有過性的 只不過是用來彰顯他抹世者霸王 抹世紀霸王的氣勢 《黑王》的過性對者是西面 他很西面 你會不知道 黑麵而已 不用說到西面 他只是一隻黑馬 他當然是黑面給你看 你說過黑的 黑面是否有點過分 你真是要誣陷他 說事實而已 黑人也說他白面 換了電單車也可以 《重風》 《重風》其實有過性很多 又是那句 打開遊戲就知道 日本戰國第一名馬就是《重風》 名流日本市的一隻名區 很快的 就是靚黑王 靚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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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會表現到 慶次的過性 就是和重風相處 當時很多人想捉這隻馬 然後拿來自己獻威風 當是黑王那種的過性 但慶次就調轉是交朋友的過程 連《真田幸孫》也想問他 車車馬 對 追女人馬上用戰車來洗洗 打仗 其實他認識的過程很簡單 最初是想要捉一些戰馬去打仗 但發覺有隻魔馬 就打算找慶次去搞定他 就是錢田尼家 原本打算善他 打算善他 對 誰不知他就決定要和這隻馬 以禮相待去交朋友 最後就被重風 又被咬又被踢 對 被重風去認同 他們兩個之間其實不是接受命令的 即是隻馬不是接受命令的那種狀態 而是他也多次跟人說 我不是和他可以交流 不是可以和他溝通的 其實只不過是他想的就是我想的 即是大家這麼巧 電波 對 真的是電波 剛好我說我想衝 原來重風又想衝下去 即是是那種狀態 所以如果有人想 那慶次見到那隻馬蠟 那怎麼辦 那就要在一起 不是重風見到那些女人 那怎麼辦 即是他也喜歡那個什麼重夫人 你要搞清楚 想告訴你 即是在邏輯上面就是 我想到的東西 這隻馬原來都這樣想 不代表所有時刻都是這樣 再重要一點 其實沒有說過重風是熊馬還是癡馬 是癡馬來的 是癡馬來的 最後有說過他是有 他有兒子 但是沒有說他是癡馬來的 有說他是癡馬來的 後面有說過 後面有說 即是大約就是小田園之章那段 好像是有 那就沒有剛才說過問題 印修 他兩個自己已經配合到 人馬座 他們兩個本身是人馬座 慶次有說過他自己的東西有多粗 整個手臂那麼粗 嚇嚇不知誰 所以一開始一直沒有女伴 女人而已 嚇嚇他而已 你有多粗 然後就舉起自己的手臂 那些人是很棒的 即是我大約是喜歡的時候 但我會覺得嘩 就適合喜歡的學生 即是很容易騙喜歡的 喜歡而已 很容易騙 哈哈哈哈 還有哪幾個你們覺得 在這部作品裡面特別有趣 剛才說過的阿芙 那段就是 漫畫師原創有原主小說沒有的 關乎他們忍者那邊的 風暴的那個勢力 也帶出了後來的岩兵衛 當初說是他老爸 其實原來不是的 只不過是找不到他老母 就變成了一個 補褲後褲的角色 那就帶了這一堆人物 和這段故事出來 七武鄉 真是黑暗的 對 帶了你老爸 很遲 阿芙我當時以為會一直伴隨著 慶祝浪跡天涯 我初頭也有這個想法 然後將來就看他亭亭玉蠟 可惜沒有了 我不想他長大 因為他的樣子太壞了 其實他已經是亭亭玉蠟 他說他已經是十幾歲 顏忽王那種狀態 但他不想長大 所以還是七八歲的體型 這段他的出身 我稍後我們將慶祺和北斗資源比較的想法 我反而不是特別喜歡阿芙 因為我覺得他當時的存在感很弱 對任何一次的事件 除了七武鄉有個trigger位之外 他幾乎所有事情都不存在 我反而覺得他開頭出場是令我最深印象 他被人夾去成為一個沒有事的跟班 一直割被他打低的人的耳朵 但是在慶祝決戰之前 他就特意去提醒他們 叫你們不要打 不想你們死 這些是很能表現到他的個性 他叫另一個傾奇仔不要去 不要打 我有點模糊 但我記得是有另一個傾奇仔 他打算殺了那個魔耳 角耳什麼東西 很巨型的巨人 打算報仇 阿芙走過來跟他說叫他不要 但其實他最初出場的設定 其實挺簡陋的 他只不過是那個巨人的跟班 幫他角耳仔 誰知道慶祝打贏了那個巨人之後 就跟了他 所以其實都不知道 其實最初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直至到七母鄉那段 才叫做 其實應該是後家幫他加回身世 加回背景 反而 但他在七母鄉之後又不見了 我原本想到也是女主角那種角色 因為他在七母鄉這段之前 就是慶祝進去見風神獸吉 他是想勸他不要 然後當他理解慶祝的心意之後 他就好像一個妻子 等丈夫出自圈回來 我覺得那時候 似乎開始加重他戲了 我覺得 可能因為 我知道他那個過程 就是看了小說 所以其實 他是做不到女主角的 因為他跟阿松夫人的關係是重要的 對於慶祠來說是重要的 還有 如果他跟了這女兒的話 就會另外再到後面那條女兒又出不了 所以他那個過程是 沒辦法發展得到 發生完關係就做了 通常少年晚都是這樣對待女角 你看哪本少年晚是這樣對待女角 那本是老坑晚 我另外有兩個角色想提一提 在第一節完結之前 第一個就是德川家康 第二個就是風神守吉 其實我被這部作品影響都很深 因為他寫這部的德川家康 是一個很有趣很正面的角色 老實說 如果看這部作品的話 你是想不到德川家康 是想著爭奪天下的 你完全不覺得他有野心 這個人在這本書裡面 寫了他成個仇君 我不想的 不過當我一看一看 沒有人比我更強 那我就拿到天下 我這樣說 如果用中國歷史來講 明明他就是司馬爾 他就寫了他整個流鼻 他簡直是因為北條和秀吉反面的時候 他也簡直是 我夾在中間左右做人爛 我女兒也嫁給北條 但我又下風神守吉 搞到他是一個夾心中間的女產 被人夾著 那你怎麼想到他後面 雖然認識日本史 就是那三個人 秀吉和家康 但是你撕除了他的名字 你根本不覺得他是這個人 因為他經常都很滑稽 又做一些調停的工作 尤其是當秀吉在有一場面 令到整個氣氛很嚴謹的時候 應該是慶祐離 剛剛離開之後 準備再回來 中間那段時間 在德川家康跳龍夫舞 令到當時所有的大名 突然之間心情都放鬆了 所修無 所有的狀態都令到 讀者當時我覺得 這個人 他像一個磁場的伯伯 明君賢主那種角色 沒有這種感覺 他完全沒有做到常委的人 沒有低教練 安心教練 感覺就是 你會覺得是前兆他 鬥他下巴 練員幫他走過來 怕肩膀 不太好 老子我想等著天下 你別說是歷史上有家康 另外那一套 都是袁哲夫的 影武者 德川家康 你都覺得根本是兩個人 雖然都是龍慶一郎的作品 雖然他的樣子畫得很不像 但你覺得怎麼會是同一個人來的 可以提一提 我們以前也曾經說過 破君星和影武者德川家康 連同這套花子刑辭 其實就是龍慶一郎的戰國三部局 不如首吉回來再說 稍後回來繼續 首吉 小吉 回來繼續花子刑辭